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往下去看一眼 那刚才说了 这样的一个钩子一旦被定义完成之后 那我无论是哪样的一个视图函数 背中处理处理的时候呢 都是相同的 比如说怎么看呢 app.rote 我再给你定一个 比如说就叫做hello 定一个这样的视图函数hello 在这种视图函数当中呢 我来去做相对应的处理return 然后呢比如说这是hello 配置咱们也把它打印一下 这是print 这是hello 被执行 被执行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的程序呢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之后呢 我回回来 哪怕我在这里面去执行hello 执行hello的时候 你看一下相对应的钩子是不是也被处理啊 所以呢这些钩子 它是不会去区分到底是哪个视图函数的 那你说的这时候我就想跟视图函数有关系 那你说的你的视图函数有关系的话 你通常情况下 这个东西你版出来的本质并不是视图函数 而是谁啊 应该是跟你的请求有关系吧 对吧 所以你在钩子当中完全 是不是也可以去数理谁啊 使用require对象吧 是不是可以去使用require对象啊 因为我们说了嘛 你进行一次完整处理 就相当于用户一次请求发动过来的话 从你的这个 我们可以理解为从哪呢 从你的视图函数开始 一直到后面 都是属于一次请求范围之内的处理过程吧 所以在这次处理过程当中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request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啊 你看一下 我完全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进行相对应的处理了 怎么去处理呢 我在这里面比如说去打印一下print 然后呢request对象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 你看哪个东西呢 上 呃 这里面我已经给它造出一个异常了 咱们就在这个teardown里面来看 咱们在这里面来看 这里面的话我完全也可以通过request里面来进行操作吧 print 我来操作request的时候的话 我可以怎么操作呢 你可以根据用户的方式来去获取参数 都没有问题 我也可以通过什么东西 是不是可以通过pass呀 这是代表用户的那个请求的路径吧 对吧 所以我可以打印出来 然后呢你先来看一下 我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区别 咱们呢怎么来做呢 我先把它去打印一下 然后呢咱们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重新运行 重新运行一下呢 我先来去看谁呢 我先来去访问hello 访问hello之后的话 你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打印出来的这个pass 是不是就是这个斜线hello啊 对吧 然后呢我回过来再来去处理谁呢 我再来去处理那个index 再去处理index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index是不是也被打出来了 所以就相当于你在试图喊声当中 怎么去处理客户端的请求 那好了 对于客户端的请求的话 通通都是在request的 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个request 来进行区分 它请求的到底是哪一段逻辑 我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了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你可以判断这种东西 如果request.pass 我先取出来 这是应付的请求路径 如果说这段pass 它等于谁呢 它等于哪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咱们可以通过哪个东西呢 咱们通过unfoil 通过unfoil的方法 如果这个pass等于谁呢 等于这个unfoil里面的 我们给它传index 然后呢 那我就代表 这是index 正是我写的东西index吧 我可以在这里面去做一些相对应的逻辑 比如说 我们打印一下 这是 这是在 请求 勾子中 判断 请求的逻辑 请求的试图 这是请求的试图是谁呢 对应的应该是index 是这个试图 然后呢 else 你比如说在这里面 i leave pass 如果 它是谁呢 unfoil 然后呢 你再去写一下 刚才的应该是hello吧 也是hello 然后呢 你再去想做什么样的逻辑 你也可以在这里去写的 比如说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儿 其实在请求更多判断 请求逻辑呢 是谁呢 这是hello 所以就相当于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进行区分了 因为这个勾子本来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方式 它自己本身不会进行区分 要想区分的话 只能我们自己来进行区分 所以你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区分出来了 当前请求的是index 所以我就可以放到这里面 针对index的时候 我想给你做什么样的额外处理 针对于其他的东西 我又可以给你做什么样的额外处理 是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去做的 但是如果你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去做的话 就有点麻烦了 如果针对于你的单一视图的话 你是不是就相当于根本就没必要放到钩子里面来啊 它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是用到了一组逻辑 就相当于我要去判断如果pass 然后呢再 就相当于这个pass路径 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列表当中吧 要不然是index的视图啊 然后呢要不然是URL file 是其他的某个视图 在一组速度当中的话 我去做一组逻辑 是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上啊 是不是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啊 好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点问题 我给你放到这儿